2023年,我一点都不后悔 旅行,就是在给自己的人生制造记忆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 回顾一年的时光 感觉自己什么都没有做 也想不起自己做了什么 眨一下眼,又过了一年 庆幸的是,今年的我 制造出了很多第一次的回忆 在乌鲁木齐实现了第一次的滑雪 第一次去香港 而且还在香港打了一个星期的工 第一次带父母去旅行 第一次出国 第一次裸鲁 第一次身上只有五千块 然后出去两个国家旅居两个月 第一次感受到外国的圣诞节 还有很多很多 有人会问,为什么你总是那么叛逆 不去老实上班赚钱买房买车 我总会笑着说 可能因为我还年轻吧 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 就是精神上的财富 就像我出国旅居的这两个月 我无法只用三言两语 跟别人说我经历了什么 就像我无法通过这条视频 去叙述我的2023年发生了什么 如果只能用一句话概括 那么我会说 finns今天一语说 我会说 我会说 都原来是空中的 身体的财富 我会说 充分较